欢迎回来 目前佛战第二季1比0领先 上局比赛在局内的话 其实有一个反转 刚刚我们有在私下的时候跟哲声聊过嘛 哲声主要觉得是那条龙 是的 是的 当他们优势的情况下 其实拿了黑豹之后是要守一下那个主宰的 然后让劣势方拿了主宰换黑豹 感觉自己也推不起来 反而是冰线会暂时的形成一个劣势的情况 所以导致他们那条阵容长手推不进去 可是他们在10分钟打的优势 没有完全崭新在10分钟那波双龙 对 是的 是的 来看一下 接下来是这一局比赛 这一局比赛败方北京卫博依旧是选的红 选红之后班孙并 然后弗然第二季的话 只是用过了鲁班大师 把鲁班大师的大桥全部处理掉了 那这两个辅助感觉 今天多半会要 搬到后边几局五六局了 对 过门五藏也搬了 上一局比赛卫博用的赵怀真放出来一楼拿 烦恼 赵怀真 还是个摇摆位 第二季这里编路赵怀真之前常规赛玩过两次 而且都赢了 对 沈默西 现在在外面有各样的情况下 公司率一放出来也都不拿 是的 小猴子打赵怀真 你摇摆 我也摇摆 对 都不确定 都不确定的 都可以根据后边的阵容 哎 摇不了了 不摇了 不摇了 躲了 这狂撇啊 火舞打什么东西 火舞打什么东西 现在好打吗 现在感觉不是那么好打 因为以前的话 其实火舞的话 如果一伞踢到 然后大招可能基本上就快死了 现在感觉二技能不中的话 一伞踢到大招还有一半血 哈哈哈哈 所以他现在对后排的威胁的话 没有以前那么大 哦 黄中 左边 切黄中的话 前三手好像还不太够哦 如果 但是黄中这盘是没有鲁文大师的 对 其实也可以 切 讲道理 这把这三楼的黄中 这把这三楼的黄中 绝对教练你怎么看 这个三楼的黄中 观望一下 还是怎么说 还是怎么说 哈哈哈 观望一下 我是觉得没太大必要 嗯 在我的角度来看啊 嗯 这 确实感觉黄中 他也没有看到对面射手呢 反正先选了 然后搬掉了加罗以及蓝力王 但是你 你选黄中 完全不需要搬加罗的呀 嗯 而且吧 第二季这前三楼是打 突进的 就黄中 这盘肯定是要保着打嘛 你要选这英雄 你总不能碰他不管 我们之前都是 选黄中来对抗一下加罗的 对对对 我手比你长啊 是的 但是这局比赛是选了黄中把加罗班了 哦 但赤阳胜光来了 那没事了 进来了 那没事了 黄中在下落自己玩行 有人带堂 哈哈哈 对吧 有人带节奏 嗯 有高手 进加夏悟敦上半区加沈梦西 这上半区强度 拉满了 对 已经拉满了 那佛人低下季本来是赵华珍加黄铁 但是火舞 上半区还真能打一打 嗯 换了 肯定是能打的 两个版本答案一定一个嘛 嗯 一个狂蝶一个什么 等他换成牛魔之后 不确定了 看后边第二季怎么出 他这个下猴还可以再摇摆 让我回去中摇摆 射手 发一路出什么 出个灵活一点的 只能出个抗压兽了 但是鱼姬也没了 他们最擅长打黄中的射手鱼姬 三把用了 射手应该是一个单玩能自保的 对 萌亚也是往前冲的呀 嗯 能打对线能打 萌亚加苏烈 萌亚加苏烈对线还挺强 嗯 二人对线 对 主要是苏烈漏啊 曹操 啊 曹操打野 曹操打野打赵华珍 是曹操之前打边 曹操之前选算是边路 对 下猴打野 下猴打野 嗯 选曹操边路打狂铁 之前有出现过 出现过 出现过 打那也是狂铁 对但是狂铁 曹操其实死了一次 反正一击那场吧 呃 是的 反正四级曹操那波爆发 狂铁吃不消 对 换钱换不过 但是狂铁他可以选择 你开大跟我打的时候我就走了 嗯 曹操线上打狂铁是好的 但是团战的话 狂铁感觉比曹操强太多了 这个玩法的狂铁也会更强一些吧 对 嗯 这把阵容选出来 两边都是拼命打团了 但是毕竟北京卫博这边还有一个黄中在 这个黄中 狂战第二季到了中后期还是得想办法把它处理了 对团战还是要优先处理射手的 嗯 刚刚笑傻也说了 这道阵容从狂战第二季的上三手来看的话 想要处理这个黄中有点不够 所以他们在后面又补了个苏裂加上萌芽 就是说白了我三个人不够我五个人一起来 这把DRG就放开打就好了 嗯 没什么需要谁保谁啊 自己找机会 两两作战能力都挺强的 对 对 这个赛季清风的不组合尾是百分百胜率啊三把 虽然拿的不多但是全赢了 但我我感觉北京卫博这边他们还是要靠下半区 在黄中打压制节奏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的话他双前排牛魔加下后端帮硬组合 直接抵住 对 只要他们有优势就是打出来效果就是平推 左边守不了 是的 他没必要去上路跟曹操打那个二了 对 曹操自己能治理一条线 对 不出问题就行 他选曹操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不可能说我在上面选个曹操 然后我在下路有个黄中的情况之下 我还在上路跟你的赵槐增加狂铁家不足够我格斗 这说不定还能格出事来 是的 不如在下路稳定的打 来吧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蓝色方佛山第二季红色方北京微博 我是解说瓶子 我是解说潇洒 全军出击 我是解说九泽 哈哈哈哈 破浪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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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微博 加油 北京微博 加油 北京微博 加油 好来看一下这局比赛的一个开局 双方的打野都是红网蓝刷 上路子墨是顶着狂铁伤害硬生了个二级 对 掉血掉了一半 那这样他打架就不好打了 河蟹也不好争 下后选择红开 红开直接刷下来 帮黄中打压制 这你们比较熟啊 这个思路 尤其是下后四级形成一波四包二局面 对 就是黄中 当时黑肉选出来下路一定是优势 对线优势 而且打法上也是优势 尤其是奥涵的黄中又厉害 这把的话看看第二季怎么去应对 刚刚也聊了他们这套阵容的打法吗 北京微博这套阵容的打法 嗯 什么东西 怎么去上路了 这波 上路其实没资源了 对 下后是红刷下来的 花旋好像在等什么 嗯 闪开 闪开牛魔 直接动手 把牛魔带走 一鞋不住后拿到 好凶 我怎么觉得第二季昨天 甚至昨天那股劲儿延续到今天了 对 再打状态越好 他们这阵容也主动啊 在中路 对 前面有聊他这阵容到哪都能打 两两打架都挺强的 我觉得其实什么东西 刚刚去那波上路 是这波中路出事的主要原因 他去红区那个草 对 他应该是去帮牛魔先把下路的四眼抢出来 就这把还是应该抱着乔西这个半毒打 对 把什么东西打出来 下后登再去上路 因为下后登又红区快刷了 导致其实 有些该打的压制结果没打出来 嗯 我黄东都都开轰 哎哎哎哎 但现在炮少啊 还好只有五炮 对 不像以前七炮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 什么是丢了已经看出来了 哎这一个三段一拍完了之后 闪现二技能调位置把它顶回来 主要前面牛魔的这个魔抗型也没有出来 对 没有办法交闪 所以他的第三段一技能的拍让星宇空了最长时间 嗯 然后再接个二技能顶 队友主要接技能接的也很快 对 这局好像花卷并没有再往下半头打的意思啊 他可能想等四分钟之后吧 嗯 一波直接拿下下塔 那其实他去上路也没啥用 他不在下路low 孟兰这个下路一塔就一点压力都没有 对反而在中午 因为抢这个中线两边摩擦挺多的 是 因为他下半区的河道是抢不出来 没抢下半区的河道 所以这个苏裂区中太舒服了 这么有机会 闪顶再来一个大招 但是萌亚开了急跑加上大招 双移速加成跑了 等萌西终于来下了 那下路其实这两个人已经把 打出优势了 对已经打出优势了 嗯 这波幸运是一个二闪顶 乔西在对拼 先拼了孟兰半关系 这波下路第二季有四个人 下半区 跑到和下火灯都在上半图 因为马上要过四分钟了 对直接架炮开始压 消耗一下防御塔的血量 五炮已经全部混完了 到八级才有六炮 十二级三炮 到十二级加七炮 那这波暖阳刚好也来了 不过他的蓝区刷了 而且外边有龙下路线也没护住 还是推不了塔的 对 这波是已经四分钟之后的线了 四分半的线 这波只能收蓝区打个龙团 看这波龙团的龟团 我们拿到了 被孟兰抢到了 没成绩 对暖阳身上没逞 差几秒 嗯 但是蓬蓬把逞交了 他是有逞的 第一条暴军 第二季拿完 那边 紫墨藏到的位置被踢着打 不足够我上去打一套 曹律波有点扛不住啊 给你交闪跑了 这后抓了一波上 把什么东西给掉了 抢中线要上来打一波武林 嗯 打一波强势节奏 因为他知道下路对不过 看什么西线也没清完 只能走了 嗯 靠过来了 放他 这个镜像处理第二季做得很果断啊 很快 但是这波包过来 想强打啊 这波暖阳的夏古尊在人群里面 再给GD能拍一下 那这波苏联也拍了一下 而且这人顶活的暖阳 把夏古尊给带走 看黄中 側面合到一个人 直接架炮吗 就在这里吗 要跑了 对我也来了 这波曹操跟过来 先坦打出苏联的被动之后 再配合队友 最后一下人头被紫墨的曹操收下 可是乔西是告诉对手来打我 我的队友快来了 啊 吸引一波火力 那上路的一塔也可以拔掉 等于微博下路推完之后 黄中上来刚好赶上了这波团 啊 还能再推一个塔 我刚刚弗然第二季在野区 已经把自己的技能全交完了 所以在乔西他面前架炮的时候 没技能 对 打不到 大刀交的差不多了 下路也晕了一波线 这波过来 把一个下一场 这波没技能啊 他是一技能第三个砸上去的 沈蒙西过来了 这一颗里还砸空了 招环就能走掉 再来一个二技能 二技能 但是用二技能躲开了 孟主后进去一个帖先 打反了他的大招 牛蒙大招没有能够砸到人 下路队直播又跟过去 大招也空了 嗯 梦牙要来了呀 是的 梦牙过来 二技能挂一个减速 黄中直接原地加炮 孟主不敢往里走 而牛蒙给了一个二技能的顶 直接把孟来顶在了原地 再加上阿改也走不了 狂点就跟了过来 打伤害 先去黏翠皮 而牛蒙这波回头 给阿姨没有顶到 那狂点自己也没办法了 踩雷了 最终 乔西的黄中拿到了双杀 留下了第二技三个人 直接这波团打到了曹操复活 第二技这波 就有点太上头了 他打了 因为觉得对面掉点了 就包过来 还想打后边那一波 就是一个一个上了 主要牵手他们秒掉曹操 就活武的技能就已经交完了 就等不到第二套活武技能 活武已经交闪跑 等于正面也是四打四嘛 而且赵怀珍当时技能也不全 是 主要是萌亚 是他们团战持续输出 进去就被控死了 那现在黄中就开始有大 就架大推一波 没大就在旁边等一波 主要黄中这两个人头 两个助攻还挺舒服的 嗯 加速了他的发育 在七分半 北京卫博拿到了 本局比赛的第一条龙 第一条独仔 那这么打的话 后面北京卫博 就是第二季这边 还是要集全队之力去冲乔西 如果不冲的话 那乔西这个团战 他一架炮 因为牛魔我们看到这局比赛 几波团都是在帮助乔西定战场 对 对吧 就乔西下了炮之后 心语上去教技能去定战场 哎 听到开急跑声音 嗯 梦兰 都把急跑开了 点错了 点错了吧 这波没团 嗯 看苏联 苏联大了 这波闪现躲开 再来一个不助火舞的被动 点一下牛魔给给大刀拍了一手 直接点草叨跟过来 先一波爆发 把不助火舞给带走 但是黄中也阵亡了 这一波 苏联给雷一个顶 顶了两个人 把草叨给顶死啊 苏联没有死 被什麽一个雷大刀的被动 所有隐形上就把灯给点了起来 那这波卫博打不了了 黄中在第一时间死掉了 啊 一防二 就是被第二季的人集火挑战还是扛不住的 对 最终是应该是赵怀真一个大刀打了他最后的血量 啊 火舞那套 其实在他架大的时候 打上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痛 对 他的技能并不是打得很全 但是对于他那个位置闪现过去之后 又没有卢的那是等于是一个定点靶子 没错 走不了 他被苏联这个大招逼出来了一个闪 后续微博的人也没有特别好保他的 嗯 反正对于乔西来讲 如果这个团是在不是在塔下打的 出去打 只要对面是从四面八方过来他还是挺难跑的 他很危险 他只能用自己的输出去让自己存活 他刚刚那波突然就把自己的六炮打完就行了 他是想要架炮去给中路对面中路压力 对 但那个炮架在那个位置 他是觉得他有闪现能躲一套技能 然后看大招的双抗能不能扛住 但问题就是他那个闪是直接被这个苏联大招给吓出来了之后就 后边就很难了 是的 就该吃的伤害他还是迟到了 看他队友能不能帮他拆火了那种情况 其实这个团战的话不能是黄东上去先卖一套 应该是北京微博这边牛魔先 有双前排的 对牛魔下猴先开 但是看阿改又来了 这波上去掀起火打暖羊暖羽点扛不住了 已经能开起来 但最后照尾人一直把牛魔都给拉断了 不如我进去再补一波 自己倒了 但是也打残了几乎所有人 这波又是一个清风火舞 倒了 然后换掉的是一个对方的打野 嗯 清风这波进去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上去想换人 四千把伤害打完就行 嗯 全部打完了 两边好像开始中路大了斗了呀 其实我觉得DRG在编带上是有优势的 这个任务对面虽然有曹操 但是他们有火舞 他还可以去溜边呢 但今天北京微博的整体打下来来看啊 这个BO7的前两局的状态都不好 是的 跟他们第一次就在胜者组第一轮碰到DRG那场有点像 DRG当时也是先赢了两局嘛 DRG都是BO7前两局状态非常好 牛魔顶过了 苏列大两个 往中架炮 但是上路 这个龙 这条龙最后又是孟兰的 孟兰这局比赛第一条的暴君也是他拿 关键是这波DRG打野不在的情况 那微博这条龙是肯定要拿的 对上一条暴君小暴君是彭沫手里有逞 暖阳没有逞 这是大暴君 对这是个大暴君啊 关键是彭沫在上路高地也磨了这么多血 他一个人把曹操牵制回去了 正面龙团是四打四的情况下 理论上北京微博这里有逞 其实是要稳拿这条龙 而且你萌亚也没有多高的斩杀线呀 他把这条龙抢了 这个对于微博来讲很伤 太伤了 但是他们这一波看 他们能不能趁着他们还有这个羁绊的时候 能去主宰那边把四野抢出来 打一波消耗 微博这个经济差落后的有点多 再加上这个龙霸 我觉得他们根本都不敢出来 对 因为DRG前几波就是你出来 我就给你碰 我就开你 阿改这个大奔拉太和好了 然后身上现在也有闪现 所以微博只能先守一波了 守的话就意味着这条暗影主宰 这个视野权要放给DRG了 感觉他们还是得出来的 打一波消耗打第二波 牛魔或者下猴开团 不然的话感觉要被温水煮青蛙了 那现在DRG拿完了这条龙之后 龙buff还有最后的十秒就去开主宰了 这波不打的话感觉 这似乎不是很想给啊 但是龙后草的视野全部被DRG给占住了 过也过不去 时间也来不及了 不敢击击这个视野 对 那这个暗影主宰也被DRG拿了 对 那经济的话一波一鸣下来可能要达到七八千了 这样双线进攻啊DRG 直接奔狼 道具想冲被拍断了 但是龙buff还是最终被他们给控下来 嗯 因为DRG这个阵容打起来相对轻松 就是他没有什么顾虑打团的时候 对 就是要把对面C位切死 但是要配很好嘛 但微博的话打起来肯定是要管好乔西这里 不能让他第一时间倒了 第一时间被晋升 嗯那既然这么讲的话就被靠高地打呗 就是有塔的时候 我觉得乔西他自己会有安全感 对 没塔的话在外边我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DRG他这个阵容要上高地的话 还是得费点劲 手比较短 孟兰又开急跑了 嗯 孟兰这个急跑今天是 动不动就开一步 原来赶路了 这是什么新理解吗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没团的时候看个计划 你看苏联 诶 这一波 大前排 嗯 牛魔大闪 所有人直接集火去看孟兰 但孟兰拉扯了回去 但这个曹操绕后了 冲进去就直接砍 相对没有先扛出去 但这一波 砍出来 可是不如我倒了之后依旧是一换三啊 这波曹操就差一刀 没有杀掉萌亚呀 对 北京微博虽然牛魔大闪拍到了萌亚 而且所有人都要在集火输出的时候 在DRG所有人手很快直接拆火 是的 这一波 这一波 打完之后 中路的二塔也可以 推掉 推完中下两波线 现在剩下花卷和乔西两个人 看看这波怎么守 这波高地应该是要给了 中路守不了 分拿给压力 把人逼退 再转下路 下路也守不住 下路双高一起拿 啊 什么西过来 过来有想法 但是不敢上去 嗯 好 但这波 北京微博是知道DRG状态不好的 所有人 除了火五刚复活 其他人状态不好 我觉得他们要出来找一波机会了 拨一拨 对 你就趁着对面状态彩写 看能不能留住 是 我把这个龙给打一个时间杀抓了 这个时候抓这个龙感觉 让你看孟兰想干嘛 孟兰想偷高地 嗯 那魏博需要有人赶紧回去 这条龙拿完 沈梦西在下路 但上路 孟兰刚好漏了 直接拔掉了最后一个高地 北京微博的三高 都被霍战第二击给拔掉 他知道队友也没状态 没办法去防守这条龙 对 所以选择了去另辟蹊径 今天的第二击打得好灵性啊 嗯 除了那个急跑 这急跑说不定也是灵性失举啊 让对手放松警惕是吧 先看这波 萌牙被开的时候 其实一瞬间被拆火了 黄中跟输出了吗 你看这一波 黄中没大 黄中都没有办法跟输出 就你这个阵容虽然说是跟过去了 但是老实说 如果刚才夏侯都能接上点空 那可能曹操就能把那个萌牙收了 但是其他人被拆火了 黄中的炮也打不进来 没错 只剩曹操的伤害 就你这个阵容 还是特别依赖黄中输出的 黄中沈梦西 然后曹操进场 给你压状态 然后看你收割 或者说沈梦西加黄中 把人状态打残之后 让紫墨和曹操进场收割 可是刚刚那个情况 实际上 牛魔加夏侯顿 两个人进取之后打控制 曹操进场又要打伤害 又要打收割 你太为难他了 对 加入边线把曹操签字回家 嗯 这三高被破了 微博 北京微博出来 还是想趁这个22秒的这个暴军buff 活一波 但是过了这20秒 大家又回到了前面的那个优劣室 对 我看DRG非常稳 下路曹操露头了 中路都没有动手 微博是想要求战的这一会儿 冰线还没有太大压力 所以DRG就想着是拖一拖 等你回家守线的时候 我再去把暗影主宰师也一抢 把龙影拿稳稳的压 是的 因为现在他们有足够的经济 嗯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微博这个阵容 好像如果有塔的话 有高地的话 那还是比较利于黄中打团的 但是现在卡没了 直接拍 拍到了什么心 直接上去再给扣 一波直接把什么心给秒了 而这个黄中也没有办法活呀 被最后的赵怀珍赶到最后给击杀 而剩下两个人 这两个人能砍吗 走到最后一刀砍上去 给个二锦腾 说起来了不出来 自己也倒了 还是牛魔 有没有这位再被追击 赵怀珍该有技能 回到一个二锦腾顶了一下 但又是被波域经济拉了回去 最后被狂铁跟上了出出 让赵怀珍拿到了这个头 再追上去 萌亚团灭掉了北京微博 最后一个击杀被孟兰收下 一换五 上路有兵线可以结束比赛了 我们恭喜佛山第二季2比0 又是2比0 和他们在圣者组打的第一轮非常的相似 一上来佛山第二季的状态非常的好 而北京微博有点低迷 是的 北京微博如果你要是算上上一场 BO7的连追四局的话 他们目前已经小局六连败了 对 但是要知道佛山第二季昨天 他可是在落后三个赛点的情况之下 连追三局 对 加上今天的这两局 他已经五局连胜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气势 这可是败这组啊 对 这是败这组决赛啊 这就是一步就能够进到总决赛啊 所以北京微博得赶紧抓紧调整自己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器 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一场比赛的比分 现在是2比0跟上一场胜者组第一轮交手的时候 好像比分上是一样的 但其实今天暗潮涌动 我觉得北京微博的状态 跟上一场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队的气势就完全不一样的 一边是已经50胜了 一边是60贵了 就是为什么这边是六小局连败了 是的 然后而且前面两把选的阵容嘛 其实看下来嘛 就是他们也不是经常用嘛 属定度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而且看得出来属定度不够 方位就是不好 就感觉昨天北京微博 闭关了一天 然后整了两把新活 啊 就是对于北京微博 他们上场打佛山第二 就上一次 就是胜者组第一轮打佛山第二 这个时候 北京微博第一盘是选择了 他们挺自信的鲁班父子 然后第二个是选择他们很自信的刘邦加上公本 然后反观今天北京微博 他这两把新活 然后都没整好 墨子是他们这赛季第一次用 我记得曹操应该也是他们这赛季第一次用 包括他们本身这种没有鲁班大师做地的黄中 在比赛里面出现出现的就很少 赢的就更少了 对这是败者组的决赛啊 是没有复活甲的 我们不能打的说像有复活甲一样啊 是没有容错率的 这一把的话 黄中他开大就很 就是一般的黄中都看到人在开 或者打起来先拉个位置在开嘛 他原地开大等着你来开我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沈门西 沈门西是没有拆火的能力的 牛魔跟夏侯敦拆了 但是伤害不够 对包括刚才九泽在解决戏也在说嘛 因为对于黑肉来讲 包括老干爹上这几个队伍坐地的黄中 玩的都特别好 就是实际上刚才九泽也在说就是不能说是我先坐在那个地方 等你过来开我 得牛魔先顶上去 我看他们在打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是团战里面远远的坐地 对面但凡有一个人想过来就赶快收炮了 你像有时候孟兰他完坐地黄中的时候 他就直接开始是不坐地的 就是等团战开启了第一波竞争交完 他再坐在地上 因为你先坐地上你不是一个火把子嘛 就还要看一下对面是什么英雄 这很是火我 我有大伞怎么样都听你一套伤害的 是而且你刚刚其实看到给到两边休息室的一个镜头 我觉得就是第二季这边整体的状态就放的比较轻松吧 就觉得对这样比赛上来讲的话 就打自己一些比较熟练的招牌的一些英雄 但反倒是北京微博今天前两局出事不利 就很相信子墨吧 然后两把站边嘛 效果都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因为他配站边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就是不要硬配站边 像这一把的情况下他下午段是可以摇摆的位置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下午段走打野路 对 然后又没有一个顺便的加持的情况下 看不住伤害 我刚才北京博军想的就有点复杂了 反倒是佛山第二季这边想的会更简单直接一点 但是就是用这种方式 先来看一下本局的NVP给到了佛山第二季的孟兰 两波关键的抢龙第一条暴君和第一条暗影暴君 哇 那个暗影暴君真关键呀 那暗影暴君要不要如果没被抢的话 其实作为微博来说可以压出来伤害够 微博反而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我做教练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感觉就上一把对建狼队的一个失利 他们在昨天的准备的环节里面 更觉得是那天BP没有处理好 这个其实会有这样的 然后就去一直强调BP的一个强势 但是又不是他们最熟练的东西 对 他们不是打这种三线U的阵容 就你输多了你就会发现怎么选都不对劲 然后越选越离谱 越选越奇怪 有时候其实选了输了 其实有可能是对面打得太好了 或者有一些失误嘛 但是现这种营救了BP之后 拿一个比较不熟悉的 我们也看不出他打的感觉在哪里 就觉得北京微博打的就很不像 他们在这个赛季引以为傲的那种打法展现出来的 就不是用自己最锋利的剑 对对手对抗 对于北京微博来讲 他们第三轮怎么冲进的S1 怎么前面在前面连射就很艰难嘛 乔西的游色嘛 就是靠乔西的游色 然后包括他们的上半区的野河的一个强势 然后偶尔出一把就像弹野加上战鞭的这种情况 而不是说像第一局就是我直接就给你莫子整活了 就莫子是这个星宇的招牌 但是他们这赛季玩的太少了 然后像这种战加双战的打法 上野双战的打法 他们这赛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出过 然后第二盘就不提了 他们这个坐地的黄忠就 我记得他们打第二季第二把也是个坐地黄忠 但是他们虽然那个是坐地黄忠 但是有一个刘邦加工本 刘邦工本是他们非常擅长的体系 但这个就完全是围绕黄忠去做的 这个是他们没有打过的东西了 没关系 现在把字眼省关出来了 下一把该出定了是吧 活应该整完了 应该活整完应该没活了 没活就应该整正常的东西了 我记得好像上一场他们俩交手的时候 第三局也是暖洋的 然后健行稳一分 大家的气质型上来 然后再回归正常的选择 你这前两把是何必呢 就是输多了嘛 就会想的是 那我要不改一下我选择的方式 让大家在比赛场上发挥的更舒服一点 但是有可能说某一个点发挥输的 但是整体的情况就不太好 就不是他们想要赢的一个节奏 练的太少了 对啊 就一般可能是在常卫赛第三阶段的时候 你去拿出一些这赛季没怎么用过的证容 我觉得还能够理解 或者哪怕你在继续赛第一场 你有复活甲的情况下 你去稍微那么拿一两局 我觉得也能理解 但其实现在是一场败者组的决赛 赢了你是可以直接去总决赛 输的话你就止不于此了 就离总决赛最近的这场比赛 你如果倒下了 我觉得其实对于选手 包括教练组来讲 这个失败是很难去接受的 教练 教练现在一定要保持清醒 就是前两把整就整了 无所谓 现在开始就是 还是忘掉对于狼的失利 还是要打自己擅长的东西 自己熟练和引以为傲的体系 就好了 对 我就比较看重啊 下一把 微博890%使用镜来 抢下这一分的 让看一下DRG 对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性能 如果他前三手不拿的情况下 我可以不可以选择直接把它摁了 而且我觉得就对于DRG来说 他也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那我之前都是二比一领先的情况下 哎我第三局可能BP上 我不会做那么强势 那我万一今天我也改变了呢 那如果我把镜处理掉了呢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 就是连我们其实很多人 包括我觉得观众可能都会猜到 就是这个镜你第三局 是肯定想要去拿出来吃分的 那教练组如果说进行了一些针对 然后今天我看到第一局的时候 泽教他当时也是把乔欣 以为要的这个游舍割下也是送上班位了嘛 就是人家也是有BP策略的嘛 是的 下把微博得转起完栏了 对就看一下双方的博弈吧 两只都选的是红色方 哦转选蓝了他要抢东西的 他要不是把那个什么戈亚公孙尼抢一个 要不把镜抢下来 就是要把自己熟悉的东西了 不能再整了 再整今天就没了 先找一把气势回来 气势回来了我们再应对一下 要不然你看现在DR局气势太旺了 他输你看自己把很小很少 好的赢了碰一下不服更要碰一下 BUFF拉曼 勇闯巅 勇闯天涯 Super X 够胆就来碰 加十多几户 同量燃油 更强动力激发高昂表现 上TT云一键匹配告别单排轻松上分 赶紧下载TT云 给力队友随时有王者之路不用愁 选骁龙痛快赢 第二代骁龙8移动平台现已幻星登场 支持全新Snapdragon Elite Gaming特性 带来更具沉浸感的竞技游戏体验 感谢行业合作伙伴骁龙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巧兵王者多滋味出征峡谷 稳Carry 场场精彩 看点无穷 层层有料 叠满BUFF 现在2比0 富然第二季非常熟悉的2比0 北京微博也非常熟悉的对手的2比0 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两位嘉宾也分享到了 其实越是这种相似的情况下 越是暗藏很多的杀鸡 对于富然第二季来说 如果他这一局拿下了他3比0 那这场比赛他基本上90%就拿下来了 而对于北京微博来说的话 他又是必须要去吃掉这一分的 必须不能让对手3比0 这一分就其实也挺难啃的 因为他们现在状态比较差 对 我确实会比较担心熟悉的状态 对 然后对面也大概能猜到你要用什么英雄 主要是因为前两局他们拿出 可能在昨天闭关修炼之后 想要去用的一个比较奇特的阵容 但是没能赢下来 也不是奇特 就阵容都是好阵容 只是熟练度太低了 对于他们自己的队伍来说 所以还是希望第三局他们可以快速去调整吧 让我们稍休息马上回来